这芝麻要最后割的啊 对 然后咱现在做的是就是嘎嘣脆 然后类似于手工锅吧 口感的话就是一个字脆 第二个就是香 这是你自己研发的吗 对 这自己弄的 你这现在小梁炸烟 现在小梁的话 这只在线上买 就是线下不买 线下不买 线下我只你来买10块钱我给你送的 这现在一天都买多少袋 现在一千的话都是一百多袋二百袋 然后这盆的话都是 这面一千都是六大盆 这现在一袋买多少钱啊这嘎嘣脆 一袋十六 拿这么香的 哦 这都炸了毛毛的油 你专门拿这个油炸干不开 哦 专门拿这个油炸干不开 感觉你这虽然挣了钱但是好辛苦呀 哎呀 这 炸水就是 这是 利兵快乐 嗯 这一把炸锁上谁就好了 下半分钟左右 下半分钟左右就好了 嗯 这就熟了啊 哦 煮 黄粮黄粮的 黄粮黄粮的 这拿辣油炸好味道就入进去了是吧 不是 这都打了油 打了油 哦 打了油 这味道就入进去了啊 哦 热热的都是还有盆 还有搬调料的 还搬调料的 嗯 这个是无酱料 这个是无酱料 这个可以哈 但那辣条这种东西女孩子都爱吃 哦 女孩子都爱吃 越麻越辣 嗯 无辣越中 吃啥分呀 这个自然 嗯 咱这有三种辣是 嗯 是储夕不一样还是 储夕品重 嗯 还有 左拥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嗯 好 可以 好 好 这就是炸点麻辣口味的啊 大家好 我是老白 我今天来品尝一下这个嘎崩萃 刚出锅的热乎乎的 这个嘎崩萃是这个小伙子自主研发的 就是辣椒的进一步 然后他吃着这个味道也很美 然后他这个就是比锅把能脆一点 但是他这个味道比锅把要重一点 因为我吃的是麻辣的 他这个嘎崩萃 现在只有线上销售 他自己没有出去卖 然后他是主要是卖 在网上买 这个销量很好 以前要卖一二百袋 然后这个我感觉挺好吃的 成本也挺大的 因为他用的什么东西都挺好的 我感觉这个不错 大家要尝一下甜辣的和麻辣的特别好吃 这个小伙子是很励质的 然后家里比较困难 所以说对这个做生意什么的 很能吃苦耐劳的感觉 做的东西也好吃卖的也好 谢谢大家